內地中山一個姓楊的女人 慘遭男友禁錮和毆打家暴 因為被沒收了電話 所以難以求救 日前她跟著皇姓男友 去辦理居住證 期間男友一直寸步不離 看實每個程序和所有資料 而女人就趁著男友去到身後座位休息時 急中伸致 把握機會向職員求助 偷偷在醜號紙上 寫上救命兩個字 再向職員請求幫忙 職員見到救命的字條 就察覺到不妥 但很機警地沒有表露情緒 還不動清晰地通知警員增援 又以系統緩慢為理由 拖延辦證時間 警員趕到現場 鎖定皇姓男人的身份後 將她拘捕 警員後也發現 這個男人也曾經多次 以這個女人的微信帳號 詐騙其他人的錢財